昨晚的羽球女单决赛 中国代表陈雨菲和台湾代表戴茲颖 激战三个回合 最终21比18 19比21 21比18 首次拿下奥运金牌 场上竞争激烈 不过赛后记者会上 这位年仅23岁的金牌得主也表示 感谢戴茲颖成为她继续成长的动力 我觉得我们今天打 打得都非常好 就是两个人我觉得在场上 就是发挥的都比比较好 然后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是把它当作一个目标吧 对因为从之前的一直输给她 到后来慢慢能突破一次两次之后 我觉得就是她也是 我训练的一个动力吧 我觉得 比赛场上有输有赢 不过每位选手的努力和付出 都不容忽视 我觉得就是这个比赛可以到颁奖台上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那我想自己今天也已经发挥的还不错了 那之后再继续努力吧 戴茲颖之后也在面子书分享 上届羽球女单银牌的新德湖暖心安慰 新德湖抱着同为银牌的她表示 今天的表现已经很好了 只是不是她的局 这让戴茲颖很感动 她感谢各界的鼓励 她在奥运比赛中收获了宝贵的经验